好来看到花莲县秀林乡道拉斯文件站在秀林乡公所 和亚洲水泥公司的辅导和协助之下呢 让长者们可以安心的来这里学习成长 为了提供文件站一处属于自己的厨房 亚洲水泥公司也赠予货柜厨房屋 让厨娘能够是安心料理午餐给长者们 秀林乡长王玫瑰 亚尼花莲副厂长 佛国民秀林乡民代表莲一龙 共同跟长者同欢感恩 谢谢你 感谢有你 把幸福传递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更美丽 到拉斯文件站从我们刚开始的起步 大家好得那么休 到现在有所有的资源进来 有亚洲水泥的货柜附进来 其实大家都很感动 因为在社会企业的上面 其实我觉得亚女做得非常的成功 我真的是游行的 他做得真的非常好 在秀林乡部落教育协会理事长正秀林的支持之下 亚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一元大老师 无间站来自证货柜厨房屋 亚洲水泥副厂长表示 公司本则取之社会回馈相应的理念 来协助相亲 从看了那一天到货柜落假 一个礼拜 因为我一直催 这个事情不能拖 这么多老人在这用餐 在这种环境是不好 所以那时候我有跟师傅讲 以后类似这样的问题 直接跟我们养一讲 因为我们这个秀林村这边是我们最后 最棒最棒的乡军 蹲进墨林 这个已经不是恐怕了 秀林村上周旋德 则是感谢秀林乡罗美贵 大爷的协助 以及亚女公司各界的好朋友们的支持 另外秀林乡罗美贵代表林一龙 也加码向亚尼和台女公司争取相关设施 刚才前面讲的 我透过计划输出去了 那亚尼如果我可以没有问题的话 还有一点基础应该真的有 要不要谢谢孙奴 好 打开都发了 然后有了这一排女药 然后他说应该OK都没有问题 要到后再跟你们的 对 录着人讲 好不好 我在这里真的很感谢你 我在这里用心的做大概快四年 做了这个文件账 也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从开始到现在 有这个成果一定是靠我们的公布的 尤其是我们的所长 就是我们王乡长 谢谢你 如你真好 请问乡长文贵表示 上任之后就积极争取各部落文件站的设置 今年获得园民会核定重光文件站 以及核中文件站的成立 在他任内有14个文件站成立了 你看我们的老人家 最近反而是老人家 身体顾得非常好 反而就是没有成于文件站的老人家 身体会比较弱 为什么 就是每天都会很不担 很寂寞 心里就会很空虚 心里一空虚呢 想很多 想很多就会变成忧郁 就会很烦 所以真的很棒 所以很多的工作 其实旭林相公所这三年来 也是联合了我们的文件站 包含你们老人家 有一些的活动 都是公所来协助 秀琳车站周先生表示 相当感谢秀琳相公所 和各界人士的帮助及协助 让大博士文件站的软银体设施 相当的完备 尤其有任何需要 也会立即的争取 让咱们来到文件站 不仅有宿舍环境来学习成长 同时也以感恩以及感谢的心 来营造快乐幸福的秀琳 记得请秀琳小博老